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很深刻地去看一个人物或一件事的故事 都会被他的故事感动得到 一本短短的书可能未必有很多页 这可能会启发到人或感动到人 有时候也很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安静静的时候看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现今科技都很快 大家都有看到电竞 都开始慢慢归纳成为 可能变成一种传统的运动项目 在今次疫情当中 其实就推动得更加快 可能有些项目里面 比如单车 跑步 蛙艇 因为本身这一类型的运动项目 计算它的成效 或者是运动表现 是容易做很多的 所以吹发到这些项目 其实已经是全球连线一起去玩 可以加插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部分 令到在运动过程当中 配感一些乐趣 因为我相信年轻人来说 其实它的路很漫长 面对它的挑战 我经常都说是挑战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自己经常都觉得 不要将太多负面的词语 放在自己的口头线里面 不要觉得这件事情 我又失败 那件事情又失败 然后总结我人生 就有很多很多的失败 挑战最多我不成功 那么我下次再挑战 还有我自己觉得 凡是挑战的事情 你要想一下 你有没有花了很多 一个长的时间 一个专注去做这个挑战 难道明天我要成为冠冠 这个挑战我多数都会觉得 是不成功的 那你要在那件事情里面 要成为一位很专的人 那我相信 不要说你有独有的天分 那基本的训练 或者是领悟那件事情 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你才能够可以在那个领悟里面 能够得到一些成就 或者是成绩 就是你说 是不是他一定要做运动员 我又觉得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或者是栽培 当然我自己觉得 运动是对一个人的健康 很有影响的 我希望能够 他终身有一两个运动项目 他是喜欢的 从而令到是 就是保持一个 参与运动的兴趣 令到身体比较好 就是这个很长远的想法 跟他玩运动 玩完之后呢 那你坐下之后 你再教他去读书本 看书 他也很贴身地走到你附近 但如果你一开 我自己觉得 一起床 你就跟他说 不如我们去读书 那他可能就已经 不行了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先玩了 我都很希望 他小时候的阶段 就是现在这个陪伴我的阶段 希望通过运动 或者通过我自己 和他生活的感染 在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 凡是对所有的事和物 都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 至于你说他想去做哪一件事情 我只不过觉得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很喜欢你 快乐 感谢观看